的确工作了一整年 很多上班族都在期待领到年终奖金 让全家人过个好年 而根据人力银行业者的最新调查 今年就业市场的年终奖金平均为1.4个月 比去年是增加了30%还不少哦 不过如果跟2007年金融海啸发生之前比较起来呢 还是少了15% 景气复苏出国的人变多 国内航空运输龙头华航长荣 分别发出最低4.7和两个月的年终奖金 经济真的越来越好了吗 很多上班族都觉得 今年公司业绩明显成长 也都很期待年终奖金 今年应该是下半年时候 感觉业绩都比较好 今年的年终奖金应该是会比较好吧 今年绩效又比较好 你说今年经济会问吗 这倒是有 奖金是还没拿到 所以也不清楚 根据人力银行业者最新的调查显示 今年就业市场的平均年终奖金1.4个月 位居前三名的分别是 运输物油仓储1.7一个月 建筑不动产1.55个月 服务业平均也有1.24个月的年终奖金 尽管今年就业市场平均年终 比去年成长了三成 但值得注意的是 还是没有回到金融海啸前的水准 当时平均年终奖金是1.6一个月 调查也显示 就业市场上的底薪 虽然在金融海啸之后缓步回升 不过估计在2011年后 底薪才能回复到金融海啸前的水准 另外根据主技术的统计 今年的平均薪资45,471元 虽然比去年增加 但是如果扣除物价涨幅之后 其实还不如12年前的水准 铜膨影响 薪水也越来越薄了 记者薛爱玲之间谈报道